乔玉 她是我我卑微守护十几年的男人 今天出轨了 为了能早点见到她 一下班买菜马不停蹄地赶回去 萧卿在打开房门的一刹那 迎接她的是一屋子凌乱的衣服 散落一地的外套和内衣一件一件一直延伸到卧室 萧卿的身体瞬间僵硬 她手中的菜全部散落掉在地上 萧卿不敢置信 她一步一步顺着衣服的痕迹走到了卧室 此时 床上交叠的两个身影出现在她眼前 萧卿极力压抑的情绪也被这一幕彻底击垮 她浑身颤抖地问 你们在干什么 而回答她的是乔玉的震惊和想要解释的神色 但这样的场景有什么好解释的 萧卿不想听 她爱了乔玉十几年 换来的却是乔玉的背叛 她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转身就往门口跑去 她要离开这里 这还不算是最惨的 在萧卿狼狈逃走的时候 进了故障的电梯 哐当一声 电梯直线下降 十六楼 看来是必死无疑了 萧卿满脸都无奈和不甘 她爱了十几年的男人 不止背叛了她 现在她还要拱手让人 我不甘心 以为这次死定萧卿 默默地闭上眼 下辈子不要再爱上你了 窗外你耳激扎 激扎叫声 萧卿轻醒猛地从床上弹起 妈妈进门看见坐起来的萧卿激动眼含泪花 萧卿 你醒了 你终于醒了 萧卿此刻还是在发猛的状态 这是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 我这是 穿越了 门口传来妈妈的声音 明天可是你大学开学典礼 别看书了 早点睡觉 开学典礼吗 萧卿此刻心里想 明天应该会像前世那样遇见她吧 乔玉 时隔一个时空 这次 我绝对不会再爱上你 面对乔玉每天像高药一样的贴上来 萧卿对她爱达不理 一早萧卿出门准备上学 乔玉就在她家门口等她 萧卿不理会她自己走了 乔玉对萧卿这种态度也是莫名其妙 路上碰见两个人小时候的发小苏杨 苏杨开心地腕上萧卿的手臂 小青我都想死你了 萧卿满脸温柔地说 好了 现在不是见到了吗 站在身后的乔玉看着她 对苏杨还是和之前一样温柔 面对她 就是不可接近的 乔玉打断两人的对话 嗨 苏杨 还记得我吗 苏杨这才回过神来 哎呀 就说哪里来的帅哥 这不是乔玉吗 小青 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说呢 萧卿雀头也不回地走了 苏杨一脸茫然 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小时候不是一直很要好的吗 刚到校门口 迎面扑来一个人一把搂住萧卿的脖子 小青青 你终于来了 萧卿还来不及说话 身旁的宋婉眼说话了 顾明月 你是白痴吗 顾明月揽着萧卿的脖子 看着身后的乔玉 小青青啊 那个人是谁啊 是你朋友吗 顾明月看着乔玉 几乎足以杀了她的眼神 萧卿知道她说的是谁 说了一句不熟 脸上的温柔神色一下子消失了 苏杨这才反应过来乔玉 一直跟在他们身后 连忙把人拉过来 跟他们介绍 小名字 这是我和小青的发小乔玉 乔玉跟他们打招呼 你们好 我是小青的发小 乔玉扫尸一圈后发现 萧卿只有面对自己的时候 才是冷冰冰的样子 萧卿听到乔玉说话 只哼了一声 转身就往学校里走去了 其他三人面面相去 这样情绪外露的萧卿 是不常见的 萧卿明显是不开心 一时间的都没反应过来 好在顾明月反应快 立刻追上去 小青青你等等我了 只有乔玉苦苦笑了一声 萧卿 我们之间 究竟怎么了 爱了十几年的男人出轨了 就算重新活一世 也不能原谅 萧卿看着站在讲台上的乔玉 心里还是会忍不住的嫉妒 但是她现在不想跟乔玉 有任何瓜葛 眼前那道炽热的视线 却让萧卿没办法忽视 好不容易挨到放学 萧卿和妈妈准备回家 旁边的妈妈一个劲地夸奖 乔玉有多厉害多优秀 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不用回头 听声音都知道那是乔玉 这声音听了十几年 已经深深地刻在心里 萧卿听到乔玉的声音 低沉着脸加快脚步 身后乔玉看着萧卿要走 上前打招呼 萧卿 我是乔玉 你不记得我了吗 萧卿里都不理她 妈妈 我很不舒服 先回去了 乔玉此刻不知道 为什么萧卿对她会如此冷淡 好像还有点讨厌自己 回去后 乔玉实在不放心 敲响她家房门 进门第一句话就问 许阿姨 小卿呢 她还是不舒服吗 妈妈折指萧卿房间回来后 就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乔玉去敲门 小卿 是我 你现在还是不舒服吗 萧卿里都不想理她 半天没反应 妈妈实在看不下去了 萧卿 出来吃饭了 你连妈妈的话也不听了吗 萧卿在门后听着妈妈说的话 上一世 您一直在阻止我们 现在却逼我和她见面 萧卿无奈地叹了口气 最后还是打开了房门 乔玉挡住门口 嗨 萧卿 这么多年没见 你是不是应该说一句 欢迎回来 萧卿忍着怒气 让开 萧卿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对我 但是就算是判刑也要有个罪名不是吗 回想起当初乔玉说的 小青 我不爱男人 我只爱你 等我的剧本挣了大钱 我们就去荷兰注册结婚 到时候 我们就算合法夫妇了 还说总有一天会结婚 终究还是一场梦啊 好在梦醒之后 还是可以重来的 不管是前世 还是从活一世的乔玉 还是那么受欢迎 作为转校生站在讲台上 做着自我介绍 原本就帅气的样子 引得班里的女生也冒红心 虽然这样的场景 萧卿在上一世已经见过 现在见到却是嗤之以鼻 身为好友的顾明月 戳了戳旁边的宋婉眼 阿眼 小青青和她的发小关系好奇怪 我们要不要做点什么 宋婉眼捂住顾明月的嘴 噓 这件事我们最好不要管 小青能解决好自己的事情 顾明月皱了皱眉 嗯 好吧 顾明月拉开宋婉眼的手 凑到她眼前 都听你的 阿眼果然最温柔了 猝不及防地宋婉眼 看着眼前放大的脸 脸上突然爆红 伸手盖住顾明月的脸 顾明月 你不要突然凑过来 坐在身后的小青 无奈地看着最熟悉的两人 还和前世一样打得闹闹 嘴角不自觉露出笑意 但是身后的那人的视线 干什么一直盯着我 烦死了 好不容易挨到了放学 结果坐在一张桌子吃饭 还是面对面 这尴尬的气氛安静地可怕 观察到气氛不对的顾明月 笑着说道 哎呀 今天的饭真好吃 暗示旁边的宋婉眼 想想办法 苏杨显然是忘记 早上肖青对待乔玉的态度 没心没肺地说 是啊是啊 一定是因为我们又聚到一起 是不是乔玉 肖青脸色立刻就变了 我们这几年 不是一直都在一起吗 什么是又聚一起啊 苏杨显然没意识到 肖青态度 已经变了继续说道 肖青当然是又聚到一起啊 我们可是很长时间 没见到乔玉了 肖青冷冷地哼了一声 是啊 不过不见面也是最好的 难以置信的苏杨显然是没想到 肖青会这样说 那个时候 你知道肖玉离开 你不是很伤心 你明明当时 肖青站起来大声叫了一声苏杨 打断他继续再说下去 乔玉看着因为自己吵架的两人 你们不要吵了 不要因为我吵架 肖青明显已经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打断了乔玉 你闭嘴在这装什么好人 你为什么要回来 为什么出现在我眼前 肖青 我 看着眼前的肖青毫不掩饰 对自己的恨意 乔玉突然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了 反应过来肖青 对苏杨说了声 抱歉 刚刚是我不好 不敢吼你 你们吃吧 我先回去了 回到教室的乔玉 看到肖青趴在桌子上睡觉 还真是没心没肺 刚刚说了那么过分的话 现在还能心安理得地睡觉 看着熟睡的肖青想抚摸上他的脸颊 生怕把他吵醒了 回想刚刚他看着我的眼神里充满恨意和厌恶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你会这样讨厌我 乔玉看着趴在桌子上睡着肖青 这么久以来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他 他的头发好软 如果能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 为什么要皱眉呢 是梦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吗 抚摸上他的额头 怎么回事 怎么那么疼啊 乔玉毫不犹豫地背起肖青往医院跑去 出教室门口遇见回来的宋婉眼和顾明月一头雾水 小青这是怎么了 随后大家一起跟着去了医院 才知道肖青发烧了 乔玉看肖青已经退烧 便想让他们先回去 这里有我在 顾明月本来不想回去 你一个人怎么够 万一 宋婉眼打断他继续说下去 哪有什么万一 搂着他脖子拖他走 再说过惠雪阿姨就过来了 转头对乔玉说 我们先走了 肖青就交给你了 顾明月委屈地趴在宋婉眼的肩膀上说道 阿眼 我还是很担心 宋婉眼摸着他的头安慰他 交给他不会有事的 看着眼前躺在病床上的人儿 乔玉担心地握紧他的手 门口走进来许阿姨 小玉还没回去呢 正好 陪阿姨吃点东西 小玉看着还没清醒的肖青 不了 谢谢阿姨我不饿 阿姨知道你和小青是从小要好的朋友 但是你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乔玉看向窗外 好朋友吗 回想之前小青对待自己的态度 连自己都不确定 还算不算是他的朋友 半夜小青缓缓地睁开眼 看见床边趴着睡着的乔玉 回想起上一世两人在一起的幸福瞬间 嘴角慢慢地露出笑意 小青本想抽回被他握住的手 不料轻轻地一个动作 眼前的人一下子就清醒了 小青 你终于醒了 小青迅速抽出自己的手 转过身去询问他 你怎么会在这里 乔玉听出小青沙哑的声音 起身给他倒开水 我实在不放心 所以就留下来了 你昨天受凉了 喝点热水吧 输完夜就可以回家了 阿姨也来过了 知道你没事 我就让他先回去了 小青接过水杯 喝了口水 那就好 两人拟以前我依后地走出医院 突然肩上披上一件衣服 小青眼神复杂地 看着身边不知所措的乔玉 乔玉以为他这一举动 让小青生气了 连忙解释 我只是想着你刚退烧 还是不要着凉得好 小青看着小心翼翼的 乔玉有些心软 我没有生气 转身就走了 乔玉高兴小青 对待自己的态度变好了 小青此时懊恼 自己为什么总是 控制不住自己的心 我该拿你怎么办 小青傲娇地 把衣服还了回去 衣服你自己穿好 我不冷 乔玉穿上衣服 试探性地叫了声小青 嗯 怎么了 小青此刻满脑子 都在想着前世的事情 乔玉停下脚步 抓着她的肩膀 深吸一口气 小青 我真的不知道 我到底做了什么 让你这样的恨我 而且 就算是犯了错 也至少给我一个辩解的机会啊 小青正正地看着乔玉 有些语色 难道要我告诉她 是因为你出轨 背叛了我吗 小青眼神复杂地 看着眼前低三下四的乔玉 这已经是上一世的事情 她什么都不知道 想到这里 小青带着笑意 对乔玉说 是我把怨气 都撒到了你身上对不起 你没有做错什么 是我误会了一些事情 不过以后不会了 你放心吧 乔玉惊喜 听到她这样说的时候 眼睛都亮了起来 小青 你是说真的吗 小青嘴角带着笑意点点头 嗯 是真的 但是 乔玉 这一世 我一定不会像前世那样的爱上你了 再也不犯傻了 乔玉凑上前 那我们以后是好朋友吗 小青愣住了 好朋友 回过神来笑着回答 当然是好朋友了 是啊 今生 还是只做好朋友吧 第二天两人有说有笑地去了学校 把后面三个人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这是什么情况 顾明月原本昨天在回家的路上 已经和宋婉眼商量好 以后不管他们再怎么吵架 也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小青青这边 现在看他两人之间气氛怎么就和好了呢 说着放学后就跑去问肖青 喂 小青青 你们和好了 不吵架了 肖青笑着回答 我们本来也没什么事啊 坐在旁边的乔玉 听到肖青这么回答抑制不住地开心 班里来了个女生来找肖青告白 来人是学校里的校花里灵 站在门口还不客气说 喂 肖青 找你有事 出来一下 听到声音 肖青和乔玉望向门口 散发出一股敌意 校花拿出一封 看起来精美的信封递给肖青 李玲看着肖青 脸上带着一丝笑意 趾高气昂地宣布 肖青 我是爱和你表白的 乔玉听到女生 是来跟肖青告白 一下子激动 从座位站起来 刚想过去 被身后的顾明月拦住 哎哎 你过去添什么乱 乔玉这才意识到 是啊 我过去干嘛 肖青一直看着眼前的李玲 这个女生 怎么在上一时没有出现过 李玲看肖青不说话 伸出手的信封也没有接 一下子觉得尴尬无比 你倒是说句话 你这样我很尴尬的 乔玉也在等着肖青回复 生怕肖青会接受她 放学后 大家都在校门口聚集 等着苏杨 顾明月因为太饿了 整个人都挂在 宋婉眼的身上 苏杨因为辅导员 找她才姗姗来迟 苏杨凑到肖青身边 挽上她的手臂 喂 肖青 听说今天校花 跟你表白了 你答应了吗 肖青故意不告诉她 苏杨撒娇式的 快点告诉我了 听到肖青说没有答应 开心的手舞足蹈 躲在身后的李玲 恶狠狠地盯着苏杨 就是因为那个女生 就是因为她 肖青才拒绝我的 对吗 可恶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此时苏杨还不知道 有人在密谋对她不利 开心地叫肖青 去她家吃饭 家里妈妈做了 你最爱吃的土豆排骨 肖青拒绝她 我妈已经在家 做好饭了下次吧 站在旁边的乔玉 眼睛死死地盯着苏杨 挽着肖青的手臂 前面的顾明月抱怨 能不提吃的吗 我快饿到融化了 顾明月从下课出校门口 就一直挂在 宋婉眼的身上 苏杨也不示弱 顾明月你是猪吗 中午吃了四碗饭 还喊饿 突然乔玉想到办法 可以把苏杨的手 从肖青的身上移开 大冷天的喊热 故意叫苏杨帮她拿下包 她要脱下外套 脱下外套的她 顺势揽住肖青的脖子 苏杨走在她旁边 乔玉 你真的不冷吗 我看你鸡皮疙瘩 都竖起来了 乔玉死鸭子嘴硬 还是说我不冷 笑话表白被拒后 以为是因为苏杨 肖青才拒绝她的告白 教室里突然 跑过来一个男生 肖青 那个 苏杨现在在洗手间 被李玲堵住了 你们赶紧过去看看吧 听到这件事 肖青脸色立刻就变了 想到李玲 那气势凌人的样子 连忙跑过去 从远处看过去整个女戏手间 已经被人团团围住 里面包括李玲在那四个女生 推散着眼前的苏杨讽刺道 你这个丑八怪 每天像跟屁虫一样的跟着肖青 你以为她会喜欢你吗 苏杨也不敢怯怒声声地回怼 我喜欢她 我乐意 关你什么事 你连待在她身边的资格都没有 臭丫头 找打是吗 李玲怒狠狠地盯着眼前的人 扬起手挥了下去 原本落在苏杨脸上的巴掌 被赶过来的肖青接住了 苏杨看清来人是肖青瞬间放下戒备泪如雨下 肖青把她拉到一旁安慰她 苏杨 你没事吧 嚣张的李玲指着苏杨 肖青 她哪里比得上我 话还没说完 肖青打断她 你没有资格评论她 管好你自己 说完头也不回地拉着苏杨走出去 外面看热闹的人看到这样的场景 纷纷表示这是官宣了 也有的在看李玲的笑话 作为笑话连一个平平无奇的女生都比不上 在门口等着的乔玉 看着肖青拉着苏杨的手走出来 心里莫名觉得很难受 两人在走回教室的路上 苏杨问肖青 刚刚我在洗手间说的话 你都听见了 肖青淡淡地回了一句 嗯 都听见了 苏杨望向她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其实 就算你不喜欢我也没关系的 你不要为难 别胡思乱想了 回教室上课吧 肖青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 站在身后的乔玉 此时已经握紧拳头 走上前问她 你会接受她吗 肖青不想跟她讨论这个问题 走吧 快上课了 不料被乔玉抓住手腕大声质问 回答我 此时肖青也被她这一举动吓到了 你先放开我 乔玉间绝不放一定要听到答案 肖青脸上微微放红别过脸 我接不接受苏杨 好像也不关你的事吧 乔玉想都没想脱口出 当然关我的事啊 说完这句话 两人面红耳赤地看着对方 反应过来的乔玉极力解释 我是说 我们 我们是好朋友啊 这谎原的她自己都听不下去了 懊恼自己到底是在干嘛啊 自从知道苏杨喜欢肖青后 乔玉整天上课都在发呆 坐在她旁边的顾明月问她 在外国待这么久 有没有认识外国小姐姐 那种腿超长 屁股超翘的 身后的宋婉也怒气冲冲地瞪着她 顾明月看着身边的人毫无反应 喂 乔玉 你又发什么蛋 乔玉答非所问的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你说一个人 你看不见她的时候会想着她 不顾一切去见她 她要是不理解你的话 就会非常伤心难过 看到别人和她在一起 就会心里烦闷 总想着她的眼睛里 只看着自己一个人 平时神经大条的顾明月 这回准确地说出答案 你是白痴吗 这很明显啊 你喜欢上她了 乔玉听到喜欢这个词 瞬间恍然大悟 这种感觉就是喜欢吗 怎么可能 顾明月看她一副陷入爱情的样子 调侃道 你说的这个人是谁 我认识吗 长得好看吗 说给我听听呗 乔玉被她这一连串问题问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又不能告诉她这个人是萧青 没有 我就顺便问问而已 顾明月间笑拍拍乔玉的肩膀 好了好了 不要害羞 我都懂 随后指了指门口外面的萧青和苏养 你看 就连这么不接地气的人 都动了春心 更何况是你 哈哈 乔玉不确定地问 你是说 萧青和苏养 他们 在一起了 顾明月笑着说 早晚的是了 他俩整天腻在一起 怎么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 乔玉看向门口的萧青 你要是和苏养在一起了 那我呢 怎么办 自从乔玉从国外回来加入他们这个小团体 顾明月整天缠着乔玉给她说说国外美女是不是很多 此刻的她正趴在书桌上感叹 哎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女神才会来临 解救我这个可怜的单身狗 身后的宋婉眼听到她说这句话皱起眉头 眉心眉肺的顾明月没发现宋婉眼的脸色 转身抱住她的腰间开始撒娇 啊啊 不开心 想要女朋友 宋婉眼手里拿着的课本重重地摔到课桌上 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 萧青看到这种情况满脸担忧看着一旁的两人 上一世在把顾明月掰弯的这条路上 宋婉眼走得太苦 太累了 想到这里 萧青走过去看着趴在桌子上的宋婉眼 阿眼 我们俩聊聊吧 两人上顶楼上萧青问 阿眼 你还好吗 宋婉眼坦然地回答 我没事啊 怎么忽然这么问 萧青接着说 阿眼 你要是喜欢阿明 就直白地告诉她 不然她永远不会知道 宋婉眼一阵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人 萧青看着她继续说道 我知道你喜欢顾明月 宋婉眼苦笑 我表现得这么明显吗 萧青淡淡地笑着看着疑惑的宋婉眼 阿眼 顾明月不是傻子 你对她这么好 她一定感觉得到 宋婉眼神情低落 感觉得到又怎么样 她喜欢的是女生 萧青安慰说道 你难道就不想争取一下吗 你从来没有表达过 怎么就知道她会拒绝你 而且 如果她最后拒绝你 你也可以尽早脱离出来 这样也很好 宋婉眼看着萧青 把事情里的条条事到担心地问 那你呢 你怎么办 你和乔玉 萧青表情瞬间僵硬 我和她只是朋友 转身就要离开对着身后的宋婉眼说 阿眼 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上任何人 尤其是她 自从和萧青谈过之后 宋婉眼也想通了 准备在自己生日当天向顾明月表白 顾明月好奇地问宋婉眼 你们刚刚出去做什么了 宋婉眼温柔笑着对她说 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说完顾明月瞬间红了脸颊 别过脸感觉自己的脸要烧起来了 阿眼没事冲着我笑干嘛 还笑的呢吗 好看 顾明月觉得自己可能是疯了 居然在觊觎阿眼的美色 看着趴在桌子上的顾明月 此时送完眼内心挣扎 阿明她会接受我吗 这一世的乔玉每天早上 都在家门口等萧青一起去上学 萧青看着乔玉那通红的眼睛 你眼睛怎么红红的 乔玉也丝毫不掩饰 还不是因为你 晚上我想了一整夜 萧青呆滞地看着眼前的人 乔玉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居然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看着眼前的萧青 乔玉内心很纠结 能说吗 说喜欢她 想和她在一起 萧青看着眼前欲言又止的人 怎么了 乔玉刚想说被身后的顾明月打断 把两人吓得一击灵 嗨 小青青 今天是阿眼生日哦 你要送她什么 为了掩饰刚大的气氛 萧青先走了 我还没有准备 放学再去看看 顾明月苦恼说道 好啊 我也没有准备 放学我们一起去看看 乔玉也一起去吧 萧青小声嘟囔着 把你自己打包送给阿眼当礼物就好了 顾明月从远处看到宋婉眼走过来 开心地打着招呼 阿眼 飞奔过去整个人挂在宋婉眼身上 宋婉眼抱着挂在她身上的顾明月淡淡地说 今天我生日一起去KTV吧 站在身旁的萧青问宋婉眼 决定好了吗 宋婉眼坚定地回答 嗯 决定好了 看着挂在自己身上的顾明月 阿明 是时候让你知道 我的心意了 包厢内宋婉眼深情地唱了一首情歌 此时什么都还不知道的顾明月打去问道 哟 阿眼喜欢谁啊 情歌唱得这么深情 宋婉眼看着包厢里的人 今天 想和你们说一件事 顾明月开心地靠上萧青的肩膀 哇 这么严肃 真有喜欢的人啊 是谁 快说快说 萧青无语地看着身边的人 丝毫没有一点自觉性 宋婉眼眼神复杂地看向顾明月 是的 我喜欢上一个人 我喜欢他整整十年 虽然我真的和他在一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但是等他有喜欢的人 我就再也没机会说了 神经大条的顾明月催促 阿眼你怎么变得这么啰嗦了 是谁吗 快点说快点说 宋婉眼眼神坚定地对着顾明月说 阿明 我喜欢你 顾明月听到宋婉眼喜欢的人 是他实震惊地站了起来 你说什么 身旁的苏扬此时瞪大了双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一样震惊的顾明月 宋婉眼的声音再次响起 我说 阿明 我喜欢你 顾明月表情严肃 阿眼 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赶紧收回你的话 宋婉眼表情暗了下去 收不回了 一时间包厢里陷入一片寂静 没有一个人说话 那个 你的礼物放在这里了 顾明月桃李般地跑出包厢 宋婉眼受伤神情望向门口 苏扬看着这一系列的事情 感觉世界也太玄幻了 宋婉眼居然喜欢顾明月 顾明月走后 宋婉眼拼命地灌醉自己 萧青上前安慰 阿明只是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 给她一点时间 就算喝醉了 也掩盖不住宋婉眼的悲伤 萧青 我终于说出来了 此时包厢门被打开 顾明月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那个 毕竟是阿眼的生日 我一个人先走了总是不太好 萧青笑着看着她 顾明月气势汹汹地看着萧青 萧青你笑什么 萧青指了指宋婉眼 阿眼喝醉了 你不觉得特别可爱吗 看着喝醉的宋婉眼顾明月 心疼得不行 宋婉眼一把抱住顾明月 嘴里还在不停泥囊喊着 阿明 你不要走 不要离开我 顾明月看着从来没有过 这样的宋婉眼满眼的心疼 看向他们几人 你们也不知道管管她 离开包厢后 顾明月把宋婉眼送回家 搂着顾明月 嘴里不停地说 阿明 我喜欢你 顾明月不好意思地说 我知道了 你别再叫了 再叫你邻居要投诉了 刚把放她在床上 松了一口气 转眼宋婉眼拉顾明月手臂 把她压在身下 顾明月慌张地问 阿眼 你要干嘛 宋婉眼不给她继续说话的机会 堵住她的嘴 顾明月瞪大双眼 随后还上她的腰间 翻转把宋婉眼压在身下 接下来的事情 想必大家都懂得了 大家猜猜谁是异 谁是灵 经过宋婉眼生日那晚后 顾明月和宋婉眼的感情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两人比以前更加亲密 面对走过来的 萧青和乔玉顾明月开心地打着招呼 哎 小青青 官宣官宣 我和阿眼 决定在一起了 把萧青和乔玉两人都整蒙了 这么快 昨晚还一副接受不了的神情 今天就官宣了 是不是昨晚你们发生了什么 顾明月害羞地立刻否认 没有 宋婉眼一脸深情款款地看着她 萧青回想起前世两人 经历了各种磨难才在一起 现在看到他们俩好好比的什么都重要 身后的乔玉问道 小青 你支持他们在一起吗 萧青疑惑 为什么不支持 乔玉继续道 我以为你会排斥 心想 原来 我还是有机会的 大学新生迎来军训第一天 对于穿越过来的萧青明显是吃不消 还是穿越到车祸后 乔玉时刻关注着萧青的情况 看到她如此难受 小生对她说 小青 要是难受的话 就和教官说一声 结果遭到教练的死亡凝视 刚摇头说没关系的萧青体力 不知倒了下去 乔玉立刻接住她 宋蜿蜒和顾明月 看到也是立刻冲上来 你们这是做什么 回去站好 教官看到聚集在一起的四人怒吼道 乔玉站起身回道 教官 有同学晕倒了 现在应该送医务室 教官看到这种情况 显然是习以为常脸上 也没有丝毫多余的情绪 那也不需要你们去送 回去站好 原本就担心躺在地上的萧青 听到教官这样说 立刻就火了 顾明月起身 想和教官理论 就被宋蜒眼拦住了 乔玉听到教官说的话 对着他们俩说道 你们先回去吧 小青交给我好了 萧青从医务室 请来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正疑惑谁送自己来医务室 门口走进来顾明月他们三人 小青青 你现在怎么样了 萧青笑着回答 我已经没事了 就是突然军训有点吃不消 身后的乔玉上前担心地问 小青 你明天还要军训吗 萧青尴尬地笑笑 我的身体还是应该好好锻炼 今天那么容易就晕石在丢人 此时萧青才发现 乔玉全身被汗水浸透 不停地在冒汗 你这是怎么回事 这么狼狈 顾明月在一旁 听到萧青问这话 生气地说 你晕倒以后 教官硬是不让我们管你 最后还是乔玉 非要带你来医务室 说等他回去再接受惩罚 一旁的宋蜒眼附和表示 教官让乔玉 绕着田径场跑了二十圈 做了两百个俯卧撑 乔玉看着滔滔不绝的两人感到头疼 不是说好不说的吗 萧青虽然生气 但是想到乔玉是为了自己 才会被教官惩罚 语气变得缓和了些 为什么不听教官的话 萧青因为军训时晕倒乔玉 不顾教官阻拦送他去医务室 结果被罚跑了田径场二十圈 还有俯卧撑两百个 萧青知道后急生气又感动 乔玉看到萧青生气急切地解释 只有亲自送你过去 我才会放心 萧青正正望着眼前的人 脸不自觉地慢慢开始发烫 萧青欲言又止的样子 乔玉赶忙说道 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所以 萧青 你不用自责的 萧青回想起以前 是不是不该再揪着前世的记忆不放了 这样无怨无悔 又温柔的乔玉前一世 都是没有见过的 宋婉眼看出他们俩有事情要自己说 对着顾明月小声说道 我们走 顾明月这二愣 显然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一脸蒙 宋婉眼直接捂上嘴把人拖出去 要不是萧青从活了一世 把他和宋婉眼的这层纸捅破了 照他这样以后 可有宋婉眼的苦头吃了 被拖出来的顾明月大口喘着粗气 阿言你干嘛呀 忽然一声不吭地把我拖出来 我都快憋死了 宋婉眼一本正经地说道 难不成还一直在里面当电灯泡发光发亮 顾明月还在疑惑 什么 发光发亮 电灯泡 突然反应过来大声喊道 你是说小青和乔玉他们俩 宋婉眼捂上顾明月的嘴巴 再大喊大叫 我就亲你了 此刻大家知道谁是攻谁是兽了吗 此时的医务室内乔玉终于鼓起勇气和小青表白 小青 其实 我有一句话想对你说 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我喜欢你 乔玉喜欢萧青 萧青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知道乔玉是喜欢他的 但是亲耳听到内心还是会有触动 可是 我不会爱上任何人 不会 爱上任何人吗 乔玉眼神里闪现出落寞神情 萧青努力克制自己不去看他 对 不会爱 乔玉突然蹲下来对着萧青说道 那我也喜欢你啊 萧青看着这样的乔玉脸上不自觉泛起红韵 面对这样的乔玉 我该如何去面对这份感情 自从上次乔玉在医务室表白之后 萧青既没答应也没拒绝 转眼间在学校里已经军训了好几天 军训时需要住宿舍天天累的没时间打电话给妈妈 今天打电话回去给妈妈报平安 知道妈妈每天要打几份工作 供她读书很辛苦 交代了一些事情之后挂了电话 此时萧青想不能再让妈妈这么辛苦了 得想想办法赚钱 回到宿舍萧青和顾明月他们几个说了这件事情 几个人中就萧青家里比较困难 其他三人家庭相对比较富裕 顾明月听了萧青的提议 确实是 阿姨那么大年纪了 那么拼命地打工身体 早晚有一天会垮掉 宋丸也问道 看样子 你应该是有什么计划了 萧青说了自己的想法 没错 但是需要你们的帮忙 这学校附近有一家叫Blu Bar的酒吧 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 我想跟你们合伙 把它买下来 宋丸眼继续问道 大概需要多少钱 萧青之前合计过 不算租金转让费 应该最少两百万 顾明月拍着胸铺说 我没问题 回家跟我妈撒个娇 我妈会支持我的 宋丸眼在一旁附和道 我也没问题 顾明月调侃地问 乔玉你呢 支持萧青不 乔玉想都没想回答 自然是奉陪到底了 心想自己的媳妇不疼疼谁 看到这里小编都要羡慕得不行了 你们大学时财富已经这么自由了吗 看到好朋友们都这么支持自己想法 但是此时自己是拿不出钱 我需要你们借给我 一旁的乔玉抢先说话 我借给你吧 需要多少 还不还其实没关系的 你开心我就开心 什么叫没关系 还不还都可以 萧青生气说道 我在你眼里是什么样的人 虽然知道乔玉喜欢自己 自己对他也是有感觉 但是该分清的事情 还是要分清楚 乔玉连忙解释 小青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你误会了